恶贯满营的烙鸭 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报应 烙鸭自从造反失败 就到处躲追兵 都快神经衰弱了 烙鸭气坏了 我让你打听孩子 你打听这个干啥呀 孩子呢 都别抓到了 我要救我孩子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大胆 烙鸭还想耍长信猴的威风 可都到这时候了 谁还听他的呀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话音刚落 追兵就到了 随便一赌 就把烙鸭逼上了绝路 眼看烙鸭疯起来 连刺死人都杀 小弟吓得赶紧冲上去 把烙鸭控得死死的 可烙鸭却还不肯认输 连上堂受审 都保持着一贯的狂妄 但李斯却一点也不生气 还贴心地告诉他 太后已经被幽禁 再也没人给他撑腰了 反正早晚都是一死 不如在死之前 把一切都说出来 你让我说什么 没想到李斯直接拿出杀手锏 答应烙鸭只要招供 就让他在临死之前 跟儿子见上一面 是谁把你带到太后身边的 是他 是他就是他 他是相邦 是吕不韦 李斯对这份口供非常满意 当场兑现承诺 把孩子叫了进来 但他可没承诺 让他们活着离开 两个孽子 屠杀诺 是我的权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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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斯 我求求你啊 我求求你啊 不要杀了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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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 而他的同伙也没好到哪去 当场就被判了腰斩 李斯 你害我们腰斩 你全家都会被腰斩 李斯倒不在意自己以后怎么死 他只知道有个大人物 马上就要倒霉了